在外面打拼生活的很多人 一旦上了年纪 就会容易对自己的故乡更思念 即使是已经在其他地方安了家 也难免产生要末夜归登的心愿 比如说我的老爸 他退休以后 在城里没过多久空险日子 就开始盘算着 要回农村老家翻新旧屋 计划回村过养老生活了 我老伴今年61岁 老家是农村的 但他已经在市区工作生活了好几十年 从我和他两人结婚以后不久 我们就在城里有了新嫁 然而他长期在市区生活了这么多年 等到退休了 却觉得城里的日子过得没什么意思 他退休以后 对我拉着一起出去旅游了几次 后来他就再也不愿意去游山玩水了 定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花钱 而是他对旅游的兴致不高 后来我们待在市区 他对那些中老年人各种娱乐活动 也都不感兴趣 整天除了陪我散散步 他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剧 过了些日子 他突然态度坚决地提出 他要回到农村去养老 我听到这话 顿时表示反对 家里的儿女们得知了 也劝说他不要冲动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城里 在年轻时就觉得不习惯农村的生活 感觉去乡下过日子太不方典了 而且我和老伴的老家那些农村邻居都不熟悉 担心有代沟 更担心和那些人很难相处 但是老伴像是铁的西药回到农村老家 他对自己的故乡浑迁梦营 宁愿一个人回农村老家生活 也不想多在城里待了 我虽然心里不想去乡下生活 但又很不放心 老伴一个人回到农村 于是只好硬着头皮 跟他一起去乡村养老 在农村老家 我和老伴有一套老房子 但是公公婆婆 在当年盖新房以后 特意留给我们夫妻的 不过 自从公公婆婆先后去世 那套老房子就没人再整理了 如今想要住人 不仅要进行大扫除 最好还得花钱翻修才行 还有 家具家电几乎都得重新买 好在我们手里还有着40万积蓄 退休以后 我和老伴各自都有一些退休金 加起来每月大概8500块钱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心疼 尤其是老伴提前说了 按他推测 回到老家翻修房子 和买些简单的家具家电 所需全部费用 基本上会花掉30万左右的积蓄 这让我更觉得肉疼啊 老伴又说 如果不那么讲究 十来万也能解决问题 比如说就把厨房 卧室和一间作为客厅的房间 进行简装修 家电家具只买必备的 也不要高价品牌货 我立马表示坚决同意 因为我想的老伴回农村养老 多半只是一时冲动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开始受不了的 之所以我有这种想法 是由于我退休后 在家里帮的带娃时 会经常玩手机上网 我曾经先后看到 不少网友们 谈到自己回农村养老的相关经历 大多数人都说回农村养老 是非常不愉快的 是非常错误的决定 其中 那些网友吐槽的最多的情况 就是他们农村老家的许多邻居们 比如说那些农村邻居们 爱串门蹭吃蹭喝 到别人家里当自己家一样 大声说话 甚至可能随地涂谈 不礼貌且脸皮厚 喜欢抬口借钱 借不到钱就翻脸说我心人的话 还白臭脸色 又爱馋着 要别人一次次请客 吃好的喝好的 这让我感到有些害怕 很担心自己 跟那老爸一起回他老家养老时 也会遇到类似那样的农村邻居们 而我老爸又偏偏使了 有些老实厚道 不太会拒绝别人的男人 就在我们要坐车回农村老家时 老爸为了进一步和村里 邻居们搞好关系 居然还刻意花钱 买了许多不算便宜的礼品 说是要表达一下心意 这样我更担心了 再次想到自己之前上网时 看到的那些 关于农村老家邻居们的 不好吐槽 但我拥有不过老爸 只能任由他开开心心地准备 家要送给老家邻居们的礼品 再回乡下的头一天夜里 我特意和老爸聊了聊 为了尽量地减少和避免 回到农村老家之后 可能遇到的烦恼 我要求老爸在乡下生活时 必须得和邻居们 保持一定的距离 更不准他告诉别人 关于我们退休金的事情 还有就是 我提醒老爸 让他别随便抬口邀请 或者答应别人到家里串门 最后一点 就是我决定 收回他自由支配 退休金的权利了 担心他面对老家邻居们 开口借钱时 会因为难以拒绝 而把手里的钱借出去 如果对方真有急用 以及有借有华 我肯定很愿意帮忙 但我就怕出现一些网友 能所吐槽的那种老家邻居 找人借钱只是为了占便宜 有借无还 老伴闷着不说话 我好不容易让他点头答应了 但他接着就吐槽我 说我是小心眼 而且还门缝里瞧人 我听了 懒得和他多计较 我觉得 只要和他回到农村老家以后 不要像那些网友们一样 因为那种烦人的邻居 而让生活变得糟糕 那我就感到知足了 第二天 我怀了忐忑的心情 和老伴一起坐着儿子的车 踏上回他那农村老家的路程 因为要翻修房子 以及置办必要的家电家具等等 我和老伴在镇上宾馆 住了一段时间 但是再回到农村老家了 那天下午 老伴特意先去把 提前准备好的礼品 分别送给了邻居们 还坚持拉着我 一起和大家熟悉熟悉 老家的邻居见到我们 都很是客气又热情 老伴送出礼品时 大家几乎都推来推去 说了不能要 但最终还是在我老伴的坚持下 选择接受这份心意 老伴先后和邻居们聊了一会儿 才带着我回到小镇赞助 夜幕降临不久 老伴的手机 开始接连响起来电铃声 几乎都是邻居们 特意打电话 邀请我们去家里吃晚饭 说我们刚回农村老家 做饭菜应该还不方便 让我们不要嫌弃家常电饭 去趟家煎着酱酒 老伴分别告诉 打来电话的邻居们 说我们暂时在小镇住一段时间 有的邻居则说道 花那里钱干嘛呢 只要你们不嫌弃 翻修房屋期间 就住我们家里呗 虽然好的条件不敢保证 但是肯定没有不好的味道 床单被子也干净嘛 老伴谢了邻居们的好意 但还是客气地拒绝了 挂断那些电话以后 老伴有些得意和骄傲地看了看我 说道 叫你别相信毛上那些话 也还不信 看到了吧 老家的邻居们 淳朴善良 热心得很啊 我笑笑门说话 但心里觉得 日久才能见人心 熟令麻烦是和麻烦的人 在后面会出现一大堆呢 翻修房屋 精装修和置办家具 家电厨具等等这些 加起来所有花费 一共用了二十几万 因为老伴坚持 要让生活质量好一些 我被他说服了 居然鬼使神差地同意了 全然忽略了 要低到做人和生活 最让我无语的是 在我们开始入住这天 不少的邻居都先后跑来串门聊天 还刻意看了看 我们家的装修和家具等等 我顿时感到有些头疼和不愉快 心里很是担心 一些网友的那些烦恼经历 都会一一在我们的养老生活中重演 心大的老爸 还很开心地招呼着邻居们 又是拿水果 又是拿零食 让大家千万别客气 我又不好当场发作 只能硬着头皮 挤出一张笑脸 和大家打着招呼 好在 邻居们并没有做出什么 过分和不礼貌的事情 更没水水地吐痰 这让我暗暗松了口气 同时感到有些诧异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没多久 好些了邻居们 居然先后给我们家 送了不少的蔬菜 羊饰 腊肉腊肠 咸菜泡菜 自家做的皮蛋和腊豆腐 以及米酒等等 有的邻居 家里有池塘养了不少鱼 便很大方地告诉我老伴 如果有兴趣 可以直接去钓鱼 然后弄回家熬汤 或者做红烧鱼 甚至他们家 还可以提供钓鱼工具 后来 我和老伴一起在农村老家 生活了一段时间 不久 我才渐渐地发现 我是被一些网友 所说的经历给骗了 原来 农村老家的这些邻居们 根本就没有 他们所说的那么糟糕反人 反而大都很淳朴老实 若心善良 还有 在我老伴的农村老家 邻居们大多时候 都在忙着家务活和农活 即使闲下来了 也很少有人撕出串门 更别提匆吃匆喝了 有时候和我老伴关系处得很不错的邻居 到家里来闲聊 每当快要到饭点时 人家很自觉地就提前毁了家 其实我们开口留吃饭 也很少留得住人呢 更关键的是 那些去串门的邻居 往往都是手里拎的一些礼品前往的 比如邻居们 无耳笑着到我们家来 就是为了送点玉米粑粑 桂花饼 粽子 竹笋等自家做的东西 让我们尝尝鲜 在农村老家 很多邻居家有樱桃树 杏树 梨树 板栗树 葡萄树 枣树 桃树 橙子树等等 到了自家果子成熟的季节 邻居们就会互相送点 没有的邻居家 表达一番心意 甚至 有的邻居在地里种了西瓜 收获时都会大方地送一些 给大家分享的吃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跟着老爸回农村养老的 这段日子里 不仅没有邻居们 跑来占我们家便宜 反而还要邻居们 给了不少便宜 让我们占 因为心里感到不好意思 我便时而会给老爸一些钱 让他到镇上赶集时 买些礼品 送给对我们好的邻居们 算是回报他们的那些心意 至于有些网友谈到的 关于农村老家邻居们 爱找人借钱的事情 这种事我也并没有遇到过 当我和那些邻居们 更熟悉以后 才发现 现在大家其实大都不穷了 只要家里没有人 会生什么大病 那么 大家的手里 多少都是有些积蓄的呢 还有 我了解到 在大多数农村邻居们心里 都觉得找人借钱 是一件很感到丢脸的事情 不到万步多已 根本没几个人会愿意 开口找人借钱 大家 几乎都挺在乎名声的 更怕悲伤欠钱不还的 不要脸臭名声 生怕给自己和家里孩子们 丢了脸 在我们生活的农村老家 那种游手好闲的人极少 我和老伴 倒像是成为 相对而言的闲人懒人 因为我们干的农活很少 除了种些蔬菜和蒜葱姜 我们种的粮食很少 也就是图个乐趣 我还会在屋前屋后 做些喜欢的花草 或者盆栽 养了一只猫 几只母鸡和公鸡 以及鸭子 母鸡用来下蛋 公鸡则是纯当土鸡来养着 鸭子就是想留着以后 熬老牙汤啦 老公养了一条纯种田园犬 又挖了池塘 养了好些鱼 还种了莲藕 但我们做这些事 并非务农 就是图个乐趣 算作享受农村田园生活 无二 我们也会一起去爬爬山 在野外做些有趣的事情 渐渐地 我也跟那老伴一起 开始融入这片土地 并且深深地爱上这些地方 以及这样的养老生活 在这里 我几乎没有遇到 曾经在网络看到那些网友们提到的 关于回农村养老的烦恼 反而越来越喜欢 身边那些可爱的 淳朴的 善良的 热心的邻居们 老伴终于实现了他 落叶归登的心愿 而我 也决定和乐意 在这个乡村 尽可能长久地和他一起过着 属于我们的养老生活 当然 回到农村老家养老 也不是所有方面都好 自然就不是适合所有的 中老年人的养老选择 关键还是要看大家 各自对生活的追求 偏重于什么 但我不得不再次说一说 在我们生活的农村老家 绝大多数的邻居们 真的是很淳朴 很善良 很厚道 很热心 很好相处呢 之前的我 真是被人误导了 也确实如老伴所说那把 我是门缝里瞧人 把人得看扁了 我不由得想到 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的根也要落在这里了吧